来自国际间的最近消息来关心到 即立陶宛之后 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 也将捐赠台湾1万剂的新冠疫苗 欧盟危机处理特使雷纳希奇 透过声明表示 让每个人都打得到疫苗 对于终结疫情至关重要 而欧盟成员国持续协助各国接种 其中斯洛伐克将捐赠台湾1万剂的疫苗 部分运输费用将会由欧盟负担 而据了解他们是为了感谢台湾 在疫情期间捐赠70万片的口罩 斯洛伐克大约两个月前 就表达了回赠台湾疫苗的意愿 而疫苗的厂牌也已经决定 等到作业完成之后 会再另行对外公布